生命的结束 我们并不认为它是真正的结束 也许是另一次的华丽转身 因为刚开始直播是要穿上这个衣服的 我当时心里面是有一些抵触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小的年龄 穿上这个衣服会不会不吉利 会有一些恐惧 就觉得这可能是别人去世之后要穿上的 我自己是了解了这一行业 完全接受了之后 然后我才有勇气先去跟我妈说 她的反应就是说 你怎么做这个呀小姑娘 你辞了吧 后来的话就有一次回家 回到家里边之后 然后我让她看了一下我们的产品 她自己可能也是有了一些改变 就觉得和她认知里边的受益是不太一样的 让大家看一下全身 然后包括背后是长什么样子的 现在穿上这一款 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效果 穿在衣服上 去年的时候有一对夫妻 大概是60多岁 她是给自己的女儿买的 女儿当时的话是29岁 得了癌症 一直也是没有挑选到合适的 她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家 进门的时候打开在门口摩托上穿的那一套 当时就看中了 她回去让女儿试穿了一下 最后还给我们发的有照片 就能从兽衣上边给她一些安慰 这个事情就是值得的 就我自己在设计衣服的时候我就会在想 我有一天去世了我要穿什么样子的 我挺喜欢这款的 但这款不是我开发的 但那个疊催我也想穿 就太多漂亮的关系 我想穿好几套走 盒子也选好了 我根本老板都说好了 有一天我要用盒子的话 我给我自己的盒子也选好了 因为我怕我男朋友的家里人会机会 然后我就一直跟我男朋友讲 我说你回家里边不要跟你妈妈讲 我是做这个的 她说你上一次说不要让我说之前 我都已经说过了 她说我妈妈就说 这个挺正常的呀 你不偷不抢 凭自己的努力去工作去赚钱 这个没有什么好机会的 不能讲的呀 就是挺简单挺平淡的一句话嘛 然后我就有了勇气 人间值得